台中27号发生一个公车啊 他在转弯的时候没有注意撞上了一家三口 那导致呢这一对母子是失血过多不幸身亡的汗室 那么司机昨天抵达了这个医院 像幸运存活的伊拉克籍父亲 已经这位过世的妈妈 他的父亲呢就下跪磕头盗窃 他并且表示他自己真的不是故意的 台中一对母子于27日深夜过马路时 遭未减速的左转公车撞死 检方相验完成后让肇事司机以十万元交报 肇事司机在接受检警证讯后 当面向死者家属下跪磕头道歉 对不起 我真的很对不起 谁 我知道你真的很难过 我不能体会 其实这是我母亲也刚走 我能体会你的心情 真的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 对不起 不好我来一把 因为接下来 不知道怎么必要来 我原来都把他抓一吵 对不起 对不起 死者领女的伊拉克籍丈夫季男当时也一起过马路且同样遭撞 幸运仅受轻伤的他抱头痛哭 死者领女的父亲也气不成声 表示女儿的母亲和姐姐都已经离世 加装还有一个残障重症的哥哥 而女儿考上了医药学院并以硕士第一名毕业 她与丈夫都非常优秀 却与一岁的孩子双双失去性命 让礼服一夜之间痛失爱女和孙子 直说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的丑爸妈心 有推我孙子之外还被控制住 真的好像没有政府了吗 你说我感恩吗 是这样 新北市板桥28日晚间发生了一起砍人事件 有一名藏仪社的人员 他要开车离开停车场的时候 因为他忘记缴费了 所以他就被闸门给挡住了 那刚好后面有一台计程车 那计程车就觉得等很久 就一直按喇叭 就引发这个藏仪社人员的不满 结果这个人员竟然找来了他五个朋友 分别拿了棍棒还有刀蟹来攻击司机 一共造成两人受伤送医 那么全案将会以杀人未遂等罪嫌来送办 新北市板桥区28日晚间 板桥殡仪馆地下停车场爆发砍人案 一辆藏仪社的车辆要离开停车场时 因为缴费卡在出口 后方刚换完亲人丧事的詹姓男子 不耐酒后按喇叭 未料引起藏仪社人员不满 双方爆发冲突 随后藏仪社人员又找来五名友人 分别持棍棒刀陷猛攻 造成詹姓一家两人受伤送医 急救后无生命危险 警方已在现场踩阵并掉阅监视器 吃烂仪衣杀人未遂 妨害秩序及伤害罪侦办 接着看到的是 在台北市有一辆自小客车 它违规红灯右转时 被警方给抓到了 那警方上前盘查 发现说哇 这个驾驶浑身都是酒气 酒测值是高达0.37 而且警员输入这个电脑一查 发现这名驾驶曾经在2020年 就因为酒驾触发 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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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 OK 台北市中山医派出所远警 日前在执行领检勤务时 行进南京东路临森北路口 发现一台自小客车违规 红灯右转 上前盘查 发现驾驶浑身酒气 酒测值近高达0.37 其远警调阅资料 发现驾驶曾在2020年 就因酒驾触发 没想到不知悔改 又被查获酒驾 接着在您看到的事件 是发生在今天上午 台东县海端乡路临到三公里处 发生了一起翻车的事故 当时是休旅车载着三名女工 她是准备上山来采生姜 不料行经事故地点的时候 因为不明原因 竟然滚落到了农田 那休旅车当场是180度翻覆 车里的三人也因此受困 警箱获报后立即赶往现场救援 先救出了宋姓妇人 已经何姓妇人 但两人都已经没有了呼吸心跳 另一名成姓妇人 虽然意识清楚 脱困后宋姻已治疗 而详细的事故发生原因 还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 接着大家来看到的是 苗栗台13线今天上午发生的火烧车意外 有一辆小客车疑似是超车不当 擦撞对象来车之后是打滑起火燃烧 可以看到这个火势是相当的猛烈 那驾驶是弹出了车外 紧急送医急救 详细的事故原因 还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 警方初步调查 驾驶是27岁的离姓男子 事故发生当下疑似弹飞到车外 经初步减伤 左大腿变形 四肢腰部有多处的擦伤 以及右眉下发左后脑勺撕裂伤 那这档事故当中一共有两人送医 这起事故还波及对象的两部车 两部车的车主都受到相当大的惊吓 不过详细的事故原因 还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 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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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